大家好, 我是Data 本屋最近終於開了新分店 這間分店在大埔區那邊 另外大埔區這邊我們未介紹過 今天終於介紹第一間餐廳 這間分店都有日式定食, 再加半自助北 價錢都是幾十元 所以我們今次就專門來試一試, 看看質素如何 這間滿屋在大埔超級城 我們在大埔站坐穿梭巴士過去, 現在就出發 要去餐廳我們在大埔區站A37樓出 接著就走入隧道, 之後就轉右手邊 接著路牌走, 我們就要搭K12 車費就4.3, 因為剛才我們搭PK 所以這程就免費 下車之後我們在行天橋就可以入到商場 入到商場後我們轉右手邊 走到尾就轉左手邊 要入到商場的C區 去到C區我們就落一層 我們在C區門後出, 出來轉左手邊就見到滿屋 經過了比較長的交通路程 我們就終於去到餐廳 特別我不是很熟悉這邊, 所以走上來就比較迂迴 這間餐廳就準時受影封開門 入到來就發覺大埔區這間分店 面積都挺細的, 比其他店比較細不少 因為它的通道比較窄 所以選多的時候, 出入就比較麻煩 我問了經理, 其實這間分店 就是5月13日才開張 開張後大約是兩個月鬆一點 它的設計基本上都是跟滿屋的風格 現在我們出去看看自由巴有甚麼吃 滿屋有個櫃就是放前菜 還有沙律、海鮮那些 那個櫃選擇有十幾樣東西 另外一邊就是放炸物和熱食 熱食其實只有兩款 炸物主要是薯條湯 湯有麵糞湯 比較特別就是有朱古力噴鱔 現在我們看看它的定食價錢 這間滿屋的午市定食都會限時90分鐘 定價會比較高一點 我以前吃過有些是三文魚湯 其實基本上都70多元 滑蛋豬扒飯比較便宜 就58元 今次我們叫了最便宜的 鹽燒青花魚定食55元 它是跟飯的 這個餐是送荔湯、水果和甜品 後面有些是自選雙拼 自選雙拼就98元 再加上雙拼選擇就非常多了 午市定食如果叫熱奶茶、熱咖啡那些就不用加錢 如果要叫紙包飲品、罐裝飲品就需要加錢 我就叫了熱檸茶,它就不用加錢 亦都可以幫助消化 這間滿屋就用手機來叫餐 先選定食 接著就選定食的飲品 定食限時90分鐘 我們立即開始吃東西 現在試一試麵豉湯 這個麵豉湯雖然夠鹹 但味道不是太好 這間餐廳前菜最多 好,這次我先拿了五樣試一下 蘿蔔很酸酸的,挺爽口的 而且裡面也挺多汁 另外這個蘿蔔,我覺得就切得厚了一點 如果薄片一點,若白片就會更加好 中華沙律也挺爽口的 不過它造車味就會比較重 但不算是很難吃 一般這個泡菜就不會很辣 其實味道OK的,就比較適合口味 裸肉就很爽口 但這個醬汁味道不是很濃 而且吃起來有少少辣 原本我以為這個是包片 原來它是筍片 筍片吃起來味道也不錯 也很爽口 這次我們拿了少許海鮮和其他食物 因為熱盤剛剛見到的炒蜆 所以我們先拿幾隻回來 這個蜆就會很爽口,挺好吃的 還有一隻蜆就不算太細 吃了三隻蜆,只有一隻有少許沙 冬風鑼也挺大隻 裡面的鑼也挺多 除了肉多,冬風鑼也挺好吃的 肉質有少許甜味 同樣的翡翠鑼也很大隻 除了黑的翡翠鑼也有這麼多肉 翡翠鑼也比較韌 而且肉質也不太好 這個翡翠鑼跟冬風鑼也相差很遠 上手就試一下薑片 薑片就真的很不錯 很多汁和辣辣的 另外也是很爽口 這個薑片高質素 番茄仔就比較細 其實番茄仔就不是很酸 但它有很多汁 這杯就是我們的飲品 熱檸茶 檸檬有兩片 我就加了一包糖 我覺得檸檬茶就一般 那些是普通貨式 我們就試一下它的熱食和炸物 就先看看麻辣海蝦 麻辣海蝦相當中好吃 它是有麻辣味 和可以連蝦和一起吃 它有驚喜就是有蟹甜吃 但蟹甜就不太多 可能因為早一點就拿得到 這個蟹甜吃起來 好像蟹肉的成分不太多 其實味道都OK 但這個皮略厚了一點 葉盤就很少 其中一個葉盤還要是青菜 蔬菜的樣子就一般 但吃起來想不到它有少許辣 和有很多汁 質素比我上中就有很多 這件炸物我就不太知道它有什麼名字 但它裡面就有些好像麻糬的東西 和它有很重香蕉味 其實吃起來不錯 但炸皮就比較厚 有網友教我 其實這些薯條就是鷹式薯條 鷹式薯條我覺得它煮得不錯 裡面挺實的 而且吃的薯條本身都有些鹹味 但是放了太久 應該剛剛炸起的時候是不錯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鹽燒青花魚定食 其實我叫了小飯 不過也不少 看到青花魚的份量也挺多 這條魚我覺得魚皮非常脆 相當不錯 但是這條魚比較多骨 吃的時候也要小心一點 這條青花魚吃起來 我覺得它比較肥一點 如果都算實際 味道就好通通 我們再加一些檸檬汁試一下 加了檸檬汁之後 青魚就真的好好多 一來它沒有那麼肥膩 二來鮮味好像更好些 再加上一些有少許酸味 其實這個白飯也是粒粒分明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飯吃起來好像沒什麼飯味 我覺得這個55元吃這個定食 再加半自來巴其實都OK 我的定食套餐都有 有甜品和有水果 甜品好像椰汁蛋糕那些 質地比較軟 另外味道也不是太好 黑麥瓜一小塊 份量不是很多 質素也是一般 不是很甜 還有汁也不是多 今餐我們吃了55元 連加一總數是60元5毫 我們回到大埔超級城做個總結 我們吃過很多次日式定食 其實60多元來說 這個價錢不算很便宜 但是我看到這間餐廳生意相當不錯 而且有些客人吃日式放題 地點對於我來說會比較軟 尤其我不是很熟這邊 因為我淋了的時候 基本上整間餐廳都坐滿了 座位相對會比較迫 通道也會比較窄 工作人員的態度挺好的 不過有些東西不是太熟悉 我覺得食物質素其實不一般 這間分店可能開業了只是兩個多月 還需要少許時間去改善一下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